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好好保重 我们学校办学几经波折 又遇到建筑经费的难题 其实啊 听闻您要来 我早已让人就备好了三万元 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今天复旦有所拥有的许多 包括这一片永久的校址 包括复旦今天能够成为 大学这样一个由来 其实就是源于这一位功勋的 李登辉校长 通过这部大诗句 我们是希望能够向今天的新生 今天的全校的师生 去展现 其实复旦史上 非常功勋的一位校长的一些 点滴的生活 他的一些卓著的贡献 尤其这个把重点落在抗战前后 李登辉校长为保全复旦 尤其是他自己坚守在上海 在上海继续创办复旦互校 所做出的努力 其中也回溯了 这个李登辉校长的一段 非常感人的情感故事 所以这个大诗句其实还是很值得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